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 阿们 请大家聆听圣言 攻读阿斯德拉上 那时候 达里亚王给和西州州长和官员下令 说不可干涉天主殿宇的功臣 要让犹太人的总督和犹太人的长老 在原处重建天主的殿宇 我命令你们要协助犹太人的长老 修建天主的殿 因行的事 从和西王库的符税中 给他们拨出充分的经费 不得有误 如果有王侯或人民 胆敢三改此令 想毁坏耶路撒冷的天主殿宇 愿那使自己的名 住在那里的天主将他毁灭 我达里亚攀顾此令 应息依照遵行 于是犹太人的长老继续修建 得到先知哈盖和伊多的儿子 扎加利亚的鼓励 工作进行得很顺利 他们遵照以色列天主的旨意 波斯王 居鲁鲁士和达里亚的御令 完成了建殿的工程 圣殿完工的日期是在达里亚王在位第六年 阿达尔月初三日 以色列子民 司祭 勒位人 和其余从流亡归来的人 都兴高采烈 举行天主圣殿的奉献礼 为这奉献典礼 奉献了牛犊一百头 公棉羊二百只 羔羊四百只 又照以色列支派的树木 奉献了十二只公三羊 为了赎以色列人的罪 他们又派定了司祭 按照他们的编制 勒位人 按照他们的班次 在耶路撒冷 值班侍奉天主 全照梅社书上所记载的 正月十四日 从流亡归来的子民 举行了渔业节 勒位人 都圣洁了自己 然后就为所有 从流亡归来的人 并为他们的兄弟 司祭和自己 宰杀了渔业节羔羊 天主的圣言 感谢天主 我们要高兴地 进入上主的圣殿 我们要高兴地 进入上主的圣殿 我真高兴 因为有人对我说 我们要进入上主的圣殿 耶路撒冷 我们的脚 已经进入了你的门线 我们要高兴地 进入上主的圣殿 耶路撒冷的确是一座金城 有雄伟的建筑 整齐的世荣 各支派 上主的各支派 都涌向成宗 我们要高兴地 进入上主的圣殿 按照以色列的惯例 称赞上主的名 这里设有审判的宝座 就是达位宗室的宝座 我们要高兴地 进入上主的圣殿 那听了上主的话 而又遵行的人 才是有福的 愿主与你们同在 也与你的心灵同在 公读圣路加福音 主愿光荣归于你 那时候 耶稣的母亲和兄弟 来到他那里 因为人多 不能到他跟前 有人告诉耶稣说 你的母亲和你的兄弟 站在外边要见你 他回答他们说 听了天主的话 而实行的 才是我的母亲 我的兄弟 天主的福音 基督我们赞美你 听了天主的话 而实行的 才是我的母亲 我的兄弟 有些读者 认为这段福音 证明耶稣 藐视了 他的母亲 玛利亚 所以我们 对圣母的 崇敬 是错的 如果我们 有这样的理解 就是曲解了 耶稣的本意 我们人 有一个问题 就是缺乏注意力 画从耳朵的一边进 再从另一边出 画的内容完全不理解 只当成是耳边风 谁听了天主的话 而实行的呢 最标准的门徒 是谁呢 不是他人 就是圣女 从天使报喜的 哪一刻开始 圣女从不回头 就如你的意思 照办 所以圣母 才是真正有资格 成为耶稣的母亲 因为她实行了 天主所要求她的一切 可是耶稣并没有限制于 他的血缘关系的母亲和兄弟 只要我们听而实行 自然能成为耶稣的亲属家卷 这里我们要注意耶稣的杀种的比喻 我们能不能把天主的话听进去 关键的是土壤的品质 教有的土壤可能是杀石 杀石是种不出任何的种子的 因此圣言在杀石上面 没有任何的生存机会 这些教友听了 却听不进去 还有一些教友 听了 但是种子却不生长 给鸟儿吃去了 因此天主的教训 成为了耳边风 第三种教友 他非常好听 耶稣的教训 犹如黑洛德王 非常喜爱听 洛汉的教训 可惜呢 因为世俗的因素 黑洛德王 最后也没有实行 这种教友呢 他们把天主的训化 当成一种娱乐性的活动 他们可以跟随很多的神父 去参加很多的圣道礼仪 分享见证 但是呢 在生活上没有执行 只是一种消遣 我们如何评估自己呢 如果我们坦诚 我们其实就像那位富有的年轻人 我们只要跟随耶稣 到某一个程度 我们可以守灾 我们可以守十戒 等等的这些教会规矩 可是当耶稣要求我们放弃一切 背起自己的十字架 来跟随他的时候 我们的反应就是 伤心的离开 我们始终呢 无法超脱世界的吸引力 没有办法破釜沉舟 因此我们也没有能力 成为耶稣的母亲 耶稣的兄弟 因此我们必须要做到的 就是能超越这个世界的吸引 能不能做到 暂时我们不知道 更重要的是 我们有没有这个毅力 说我们要尝试去做到 这个才是关键的 天主保佑 愿主与你们同在 与你的心灵同在 愿全能的天主 圣父圣子圣神 降福你们 阿们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